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感人的毕业典礼 刹那间却风云变色 今年好莱坞的灾难片直闯暴风圈 呈现超级龙卷风现场 不要以为这只是电影 根据未来气象预报模拟 往后超级台风也很有可能清醒我们 在地球日益暖化下 气候异常只会越来越频繁 为了唤醒各国对抗气候变迁 在纽约40万人激情抗议过后 为期一天的联合国气候高峰会正式登场 这次还特别邀请各国气象预报员 站在第一线感受 来自世界各地的预报员 浩浩荡荡前往美国NBC电视台 要根据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 IPCC的最新报告 告诉你2050年的天气预报 你没听错 2050年京都封鸿要等到耶旦节 菲律宾则因为海水温度上升 导致墙台不断 冰岛将面临更多重类侵袭 气候异常甚至让产业生态系也产生变化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了这场气候峰会大力奔走 3月亲自走访格林兰目睹北极圈荣兵 也前往遭墙台海燕侵袭的菲律宾 让今年出现2009年格本哈根大会以来罕见的高规格 全球125国领袖通通现身且轮番上阵发表演说 万众瞩目的美国总统欧巴马登台不忘点赢 要世界最大碳排放国中国大陆一起扛责任 欧巴马强调自己已经动用行政权 强制美国火力发电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20年前美国碳排渴望比2005年减少17% 中国大陆代表也不敢使用 特别是华达国家要确实地提高减排力度 理行向华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义务 最大碳排国中国和第四大的印度国家领导人双双缺席 让现场少了点政治看头 不过被联合国命为和平特使的好莱坞影星 李奥纳多迪卡皮欧和中国大陆女星李彬彬 都现身为地球请命 让严肃的大会多了点欣慰 Clean air and a livable climate are inalienable human rights and solving this crisis is not a question of politics it is a question of our own survival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Chinese 有智者是进程 This means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IPCC警告 如果世界平均气温上升超过摄氏2度 热浪和暴雨的危险也会增加 为了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铺路 这次峰会列出目标 2015年底前募资2000亿美元 2030年前阻止热带雨林流失 且提高城市电动车销售到30% 到时候能否达成巴黎协议 制定确切检探目标 考验世人的决心 如果我们不能一起游泳 我们都会想起 没有计划B 因为我们没有计划B GVB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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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